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说白了 我们做这件事呢 就上了打造一个重信平台 就是由C驱动M直接达成交易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实际上它减负了一个重信的使命 那么后面我们做的所有的事都为重信提醒而造 什么叫重信提醒 你这里有客户和这个平台对接 剩余的有平台有数据化客户 银河的问题只发生一次 放上一次这是人工的 把这一次就外写到一个客户模型上面 有数据来全能完成的 是这样一个基本思路 那么未来呢 如果是你啥子做一个事情 一个企业都有自己在那儿做 一个是支援 这个大客户和云计算道理是一样的 云计算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原来把很多服务器的功能计算的功能 很多的功能都分散到每个企业了 每个企业买个服务器 你买过 我买个 买买个 都买个服务器自己在家来用 自己要有维护要有这个 云计算是什么 把所有的东西结合在一块 同意我给你做这么一个服务 你来扫护这里来批发服务 有什么服务 谁就你说 我给你开口 给你提供服务支持 那么大客户呢 也是这个道理 大客户呢 它不是个云客户 它是大客户 你的产品上线了这个平台以后 就要达到一个诚信提起 诚信提起就是不能给你欺骗 如果到每个企业的环节 就有问题了 这个企业今天为了自己的利益 所以这就有问题了 所以这一条我觉得 这个就是要做这么一套提系 就是给你整体的提供服务 各城华丁台来就是执行 它是能够打数据 一切我们之类的数据 我们在拼内当中 我应该有这些需求 我们和这些需求打同了 把这个供养链打同 和价值链打同 它是通过这个程度 因为它不能说我一带 这个一带呢 只是下了警带以后 它这个警带的需求 尽于我的数据 我可以实时的分析和挖掘 挖掘呢 是要开 那么它的趣事是怎么样 那么分析呢 是现在用的 是怎么样 都是这么两条路线 定制有两个特性 第一个呢 我来了定制了 你使优限的定制已经垮好了 一定垮好的一切定制 无限定制是做不到的 也就是优限的定制 就是优限的支援和价值 增核已经完成 不是属于市增核 没有属于市增核 私事增核支援的能力是没有的 如果私事增核支援能做到 那就没办法了 我们是做不到 我们只是优限的需求 和迈出优限需求的支援增核 这俩不是完成的 就价值链都搭通的 在这个时候 你随时用都是通的 那么不通的时候 它系统有个 直通的一个完整过程 比如说这个没了 它马上去死去了 这也有关系 那么计划是这么做的呢 计划是个性化的计划 我们行的系统是什么 消费者自己决定 我有什么产品 我拿去交货 你交到哪里 那么是在我们的规范范围内 它直接来决定 移动短和品牌这一块 就是非常简单 它的功效效率非常好 呈现的效果也非常好 它是APP 品牌 还有这个品牌 还有这个PC短 这三叠联系来的 世界上红灵在做品牌 全世界 你去说 市场品牌 都是做出来的 市场品牌的名字 都是老板的名字 这是两个特点 这是高端 无一例外 那么 只有我们中国的品牌 是用广告打出来的 因为中国人会创造契机 结果创造了一堆品牌 红灵不三个品牌 我知道 那么同时 我知道的一个道理 什么叫品牌 品牌可以创造出来 比如说 我做个性化定制 我做的个性化定制 我做到最好 由量到制 就是一个大品牌 这个品牌呢 就是一个高端的 摄氏品品牌 如果我们把定制做到位 我现在做全州公西服 全州公西服 的加工费是多少钱呢 是三千六 我白州公西服 存工费是两千六 这时候工费都很贵了 但是呢 在车前的省台上 能源有一大批量 是做这个 不是小批量 有很重一个比例 是做定制的 为什么都要做这个定制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做村修工西服 棉料多钱 比如说用可战生日的棉料 一般是在四千块钱一米 四千块钱一米 我用你三米棉料 一万二 再加上三千零 三千六百块钱工费 这多少钱呢 一万六 一万六的套西服 是实际上最高端的棉料 实际上最高端的工艺 万岁良心定制 这个价格都有了 棉料也有了 而它的价格 在市面上 用这种棉料去做的 追销追销十万 或者是十五万一套 这是我们用四千块钱 就和这些好的棉料 如果用今年的棉料呢 今年的棉料 一般的成果下 是一千块钱一米 在市面上买的 在我们做的棉料是多少钱呢 不用 五百块钱一米 就注意了 因为我们批料 一进它 我们上币嘛 是不是 这个批料进 如果一千块钱一米棉料 用这三米棉料 三千块 三千六的加工费 这就成为六千六 六千六是 纯修工的全顶制的一套西服 而在棉料店里卖 纯修工的西服 最销是五万块钱 这就是普通的西服 就两三万 而我这个肯定比它好得多了 不是好一个级别 好了好一个级别 但是我的价格呢 才六千六百块 所以它的竞争力是非常强的 但是呢 为什么这个非常强 你没有品牌 因为我们中国人说 你做的很好 但是你不是棉料 所以我就不传统了 但是美国人就不是了 你做的好 哎呀好 就给你签 这是美国人 因为我们现在 为什么和美国人 这个亲戚组得很好呢 这是奖励啊 以后你一定有库特斯马特 第一个就让定制不得奢侈 下面就有一套 非常严明的逻辑 告诉你 你稍得做西爪的时候 他会跟你签 实际上大牌的免料 最好的免料 十个品牌都有了 招神的事都有了 你要什么免料 有什么别号的免料 什么价格都清清楚楚的 但是我们工费 清清楚楚的 我们还有个比较游戏 也跟你说上 哎 这个免料 我们这个工艺 我们做的是多少钱 在市面上是多少钱 应该是怎么样 重新的角度上看 就是说我们怎么来抓住消费者 就是说给消费者 尽量提供价值 因为消费者很清晰了 他买的东西合不合适 他花的钱对不对 他花的哪里了 合不合理 未来是不是清晰 非常清晰了 信息高度透明 我们现在的市场 我们计划 百分之六十的市场 前期是在美国 百分之三十的市场 是应该在欧洲 百分之十的市场 是在中国 前五年 我们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一年一年的地上在改变 那么我估计五年以后 我们中国和美国要持平的 欧洲和中美应该这三个店 都是持平的 未来我们认为中国市场要大 因为现在呢 我们做这块活儿 在中国还不够成熟 中国人呢 紧张成熟的人 还少一些 但是面上看 有钱的人不见得成熟 因为他全卖品牌啊 因为我们是做鸿铃 不是做品牌 是吧 我刚才 昨天我跟你说一个案例 就是 他一会传这个建议家 哎 这个修着到这里 他就觉得没 就是这种人多了 哎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理性的 我们计划开六个体验中心 怎么办呢 那个体验中心 你不算是没品牌吗 这就做品牌的概念了 体验中心体验嘛 体验销售嘛 他承载的使命是体验 那是不是一回事的 如果你以销售为目的的 和以体验为目的的 是两回事 是做品牌 也得告诉你 告诉你体验在美国到纽约 比如说美国 我们是美国 不是两个 到纽约店 走去看了这个店 哇 这个店是好东西 要就是看到这个东西 要做定制品牌 在线上都推出来了 线下在哪里 到这个店 有这个店 在下面有社交服务店 服务店都遍布整个美国 这还是的话 这次来线下反部线上 来两题来服务反部 那么大的实路上 瞧 红灵这件事 为什么说 我们可以往前自走就行了 因为我们没失败的因素 就一个美国市场 给我们保铁 保五个铁也够了 但是呢 有关于失败的因素 那么就没保铁了 我是一个想象 就美国这一块市场 而这个实路 只有我们就开开它 做的是集材亚客户 我才做 就这么做 这块利润 也支撑我们一个 华尔街的指门市场 一点问题没有 华尔街这边 专门一个团队 也有华尔街的指门市场 那么大约在今年的设立了 我们这件事 没失败的概念 只有一条路成功 但是呢 我们做到一千个亿 还是做到五百个亿 还是做到一百个亿 矜持而已 做到一百个亿 我们的利润也非常大 做到一千个亿 我们肯定是赚得很好 但是呢 再做得小了 就可能就没了 明年到年底的时候 我们C2M平台 就是库特智能 就上面有十个品类 在上面运行了 我们改造的企业 必须在我们上面运行 我给你改造了 到别的地方运行 不客气的 因为我都给你设定式了 因为我们是支撑你的知晓 当然我们会给你很多的支持 改造团队呢 不是我们建立 我们是核心团队 那肯定建立了 我们现在已经球备两万人了 是合作团队 不是我们自己的团队 平时呢 是很专业的团队 但是他们的团队呢 只是一个不成熟的 为什么不成熟呢 他们在做这个系统 和做的实录 是一个现在在奎寻的团队 因为不是保住别人转钱的团队 是卖别人产品的团队 这个团队呢 早来呢 互联网示威呢 不要考虑什么都做 叫增贺 焚香 就这么简单 什么叫互联网示威 就是增贺和焚香 你比如说哄灵 如果都靠我家里的人做 永远没有哄灵 我只要有几千人 几万人 往后更多 就是增贺 就是这样一个转意 团队也是增贺 现在你自己做能够什么能够 做不了多少东西 但是呢 这个社会的资源都已经成熟了 你有没有开放的心雄 拥抱去 目的就是 要通过法律这个瓶颈 来保护一下我们 这是一个关键 因为我们不保护 我们很快就结束了 我现在为什么 我可以增贺第三法台队 因为第三法台队 通过我它就可以转切了 这个软件是我们的 软件系统是我们的 方法论是我们的 平时呢 有很多东西 这厉害我们是做不了的